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和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及龙千护法菩萨 感恩弘法度众 所声望我的恩师慈父 感恩师兄们 大家好 我是清静不染小同修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小佛子诚心忏悔 得到菩萨保佑 转返老为菩提 随习观世音菩萨 牵手牵眼救度众生 现实说法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我 能够把今天的红法 转为功德 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广阶善缘 广度有缘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请南无释迦摩尼佛 慈悲原谅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请龙千护法菩萨 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也让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灵亲的师兄们悲 不让转播师兄和默默付出的 所有义工师兄们悲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2023年我12岁多了 就在7月12日的前一天 我跟着妈妈去了同修家 妈妈和同修谈论了很多佛法知识 还有修行前后的转变和对比 他们发喜的话也说 说也说不完 我和哥哥就在隔壁邻居那里 看见有批发雪糕的 我很想吃卖雪糕的阿姨 也是我们的佛友 她就请我们吃的奶油冰淇淋 我们不要 但是阿姨很热情的让我们吃 我觉得佛友们都像家人一样 可亲可敬 很关心和爱护我们 不是亲人 甚至亲人 最后妈妈给我们批发了一些冰淇淋 我赶紧拿回家放在冰箱里 准备慢慢吃 当天的天气 当晚的天气很热 我翻来覆去没有休息好 我想可能和吃冰淇淋也有关系吧 早上起来我就不舒服 开始肚子疼 妈妈让我念经 我感觉难受 心有些定不下来 念的经断断续续 菩萨妈妈很慈悲 保佑 加持我 肚子的疼痛减轻了很多 但是还有些不舒服 我躺在床上 发了覆去 一直躺到快下午时 开始拉肚子了 妈妈说 好在你不吐 可以吃一些治疗肚子疼的药 再加上念经就很容易好聊 我也向观心菩萨祈求 请观心菩萨慈悲保佑 加持让我的肚子不要疼 早上 妈妈帮我上了三张经文组合给我的药金 我自己用三场参加小佛子白化佛法共修的功德 给自己消灭着 妈妈中午给我转了他共修白化佛法无常的功德 结果我的肚子真的不痛了 真的是太感恩菩萨保佑了 感恩观心菩萨闻生就苦 有求必应 虽然我的肚子不疼了 但是红身没劲儿 有时舒服一些 有时说不出来的感觉 全身不知道哪里痛 还是有些难受 再后来 我的手腕脚腕稍微有些疼痛 妈妈说 你看看这是什么病啊 疼痛在身上跑来跑去 是医院能治疗的吗 咱们学法人都知道 只要好好念经华在 修心修行 就会迎刃而解啊 这时正好到了下午六点 妈妈上晚香拜佛后 把我从床上叫过来 让我磕头拜菩萨 还让我和他一起念礼佛大忏悔文 忏悔一下 给菩萨磕完头后 我就祈求观心菩萨慈悲原谅 因为我的性格开朗 活泼好动 前两天对妈妈和哥哥说话时 牙尖嘴快 大大咧咧 有时还跟他们紧嘴 是家人有人耐心 包容我才没有和我吵架 妈妈说 我在家里是最小的 要懂得道理 不能不宗众妈妈和哥哥 妈妈还经常 劝我多年金 好好学习 可是我没有好好听话 还贪玩 把世界都浪费了 对不起观心菩萨 对不起妈妈的引导帮助 更对不起我的要尽者 我想到这些 我诚心诚意地 给观心菩萨 忏悔和祈求 真是仍有诚心 佛有感应啊 我才念了两遍理佛大忏悔文 全身的疼痛和不舒服的感觉 都没有了 一切恢复了正常 真是太神奇了 非常感恩观心菩萨的 慈悲保佑和加持 原谅了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有缘人相信佛法 相信菩萨 念经受益 离苦得了 希望更多的小伙伴加入我们学佛的大家情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进步 一起成长 法喜充满每一天 分享过程中 若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拿摩释迦摩尼佛慈悲原谅 请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龙天霍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聆听的师兄们悲 不让转播师兄和默默付出的所有义工师兄们悲 感恩达摩释迦摩尼佛 感恩达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分享人 亲近不染同修 感恩何时